情况通报 2018年11月26日 石井山公安分局根据群众举报 哎 注意了 这石井山公安分局的群众举报 应该不是朝阳大妈 这回啊 石井山大爷出场了 在本市某小区 一定是在石井山了 抓获两名涉毒违法人员 陈某 男 豆号43岁 歌手和何某某 女 豆号25岁 无业 现场起伙冰毒7.96克 大麻2.14克经尿解 陈某呈冰毒类和大麻类阳性 何某某呈大麻类阳性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姓陈的这位43岁男歌手 他是既吸了冰毒又吸了大麻 而这个25岁的无业的何某某呢 他是只吸了大麻 那目前陈某因为吸毒 非怕持有毒品 何某某因为吸毒 均被行政拘留 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就是这么一个发布 你知道 就是其实 平安北京片石井山片朝阳 没事就会发布一下这个信息 这个其实按说并不奇怪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 就是在网上出现一种声音 非说啊 说抓的这个43岁的 什么姓陈某 男歌手 是这个著名歌手 就是那个与权组合里边 那个陈宇凡 我当时一听 我就我就很觉得很过分 我觉得这什么人啊 非要拉着人家陈宇凡 人陈宇凡招谁惹谁 这与他有关系吗 警方说的很清楚 对吧 的确是个男歌手 但是他叫陈某 俩字啊 就是要么他就叫做陈 姓陈明某 要么就是陈某是个代号 就是陈什么 肯定是俩字哦 对而陈宇凡是三个字哦 对吧 我不是在这变 你看那个警方发布的很清楚 他说陈某俩字和何某某 可见那个女生呢 是三个字 那如果是陈宇凡 肯定说陈某某才对 警方对发布的是陈某嘛 哎突然有人对我说了一句 黑玫瑰布雷克他说 陈涛 有一位渐渐的渐渐 他说陈宇凡原名陈涛 你们就知道这么多吗 是吧 就说那个连人原名都知道吗 这样真的好吗 你们还真是他忠实的粉丝 反正就是我是不相信的 我不信 我不信 我觉得人陈宇凡已经够倒霉了 干嘛什么事都非要拉着人家 反正拖下水 这样对谁好啊 但是然后呢 这个而且 简直就是为了印证 我的这种猜测呀 就是立刻呢 就有一个声明出现了 哎我我觉得声明也是算是义正言辞啊 大家看 对这是什么呢 这是巨匠文化 他说关于网传 我私旗下艺人陈宇凡 括号原名陈涛 嗨 你就是没有必要非抓这个主角呢 不识谣言 现特作如下声明 陈宇凡先生 就是一直以来 他得给写成以来一直了 估计太着急了 专注于音乐创作中 未来也会用更多优秀的作品回馈大家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对于造谣陈宇凡先生 以及散播谣言的各种不实行为 我私表示强烈谴责 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 陈宇凡先生的作品 切勿轻信谣言 本公司 即陈宇凡先生 将保留向相关扩散 及传播不实谣言的主体 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特此声明 北京巨匠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8日就是今天 然后发布出来 你发现没有 就是说大家都喜欢搞个严正声明 就那个克里斯吴 吴亦凡 对当时 然后大家有些人说他刷榜什么的 他也严正声明 你们敢随便说我刷榜 是吧 那这个事情 我这还挺高兴的 然后我又看到了陈宇凡本人 他的微博也在今天及时的发生了 太好了 让爱你的歌迷放心 这样做是对的 大家看他这家微博 是吧 非常简单 是在今天中午11点27分 one love 简单的一句 代表着无数的含义 代表着他是 他是清白的 他是无辜的 让广大歌迷放心啊 那些传谣言人 你们够了 凭什么要扯上人陈宇凡 是吧 是吧 所以我看到这 真的是我完全的放心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是呢 所谓峰回路转 就是说这个事情又起了急速的变化 就是最终证明好像真的是陈宇凡与这事有关 好像说那个43岁的男歌手既吸了冰毒 然后又吸大麻的真的可能就是我们所热爱的与权组合里边的陈宇凡天哪怎么会这样呢 你知道别人说我都不信 但有一个人说我不能不信啊 谁呢 那就是他的搭档 哎 就是那个名叫胡海泉那位 好家伙 他特别那个生死礼节 简直就是这个咆哮弟似的 然后就就跳出来 在这嚷嚷了一通 他一嚷嚷坏了 就是实锤了 大家看一下胡海泉发这微博 你看人家人家人陈宇凡发一微博 特简单 one love 可是你看胡海泉发这个 是吧 为什么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你要做这样错到极致的事情 为什么你不把痛苦于 与你最应该亲近的人分担呢 为什么你要对我隐瞒这么久 为什么你选择用如此愚蠢的方式逃避现实 为什么你沉沦的时刻不想想自己的父母和孩子 我天哪 这真是生死礼节 你能看得出就是胡海泉真的在愤怒 黄河在旁边 海泉在咆哮 海泉在咆哮啊 就是他 他咆哮的非常厉害 我还没读完呢 然后他接下来说到 但是他里边有的用词 其实 为什么你不把痛苦与你最应该亲近的人分担 所以他 陈玉帆最应该亲近的人难道不是白百合 白百合是不行了 他们已经分了 那么就是 OK 为什么你选择用如此愚蠢 对对 还有 为什么你要对我隐瞒这么久 就是也就说 就不应该像胡海泉隐瞒 对吧 就是玉帆你有事 你必须跟其实你最亲近的人来分担啊 为什么你选择用如此愚蠢的方式逃避现实 为什么你沉沦的时刻 不想想自己的父母和孩子 还有孩子呢 为什么你忘了这二十年来 还有那么多的伙伴 曾经给予我们的信赖和希望 为什么 为什么 哒哒哒哒 就这样 一共十个为什么 充分展现了胡海泉 他内心的那种激荡 那种震撼 明白吧 但是其实我刚才这种读法呢 就有点太波音法了 你明白吧 就是为什么 其实胡海泉真的就是 你可以想象 作为一个二十多年的小伙伴 然后自己的最亲近的人 是吧 然后他就此刻的愤怒啊 他失望啊 悲伤啊 等等 他很可能是用北京话 然后想想 海泉要是用北京话来说成 为什么呀 为什么你啊 为什么你做这种 就是这种事 你怎么跟我说 你啊 你啊怎么回事 你就是 为什么 为什么呀 哎 我觉得刚才这个就是比较准确 但是我要说的是 就是胡海泉的这一番咆哮 使得我觉得 得失垂了 哎 这里有人说海泉是沈阳人 哎 你这不是南卫吗 海泉是辽宁人 嗯 还有人说 为什么是你压庭呢 他是一种亲切方式 因为他们是最亲近的人 你懂吗 好吧 就是 但是他如果要是非要用那个东北 为啥啊 为啥你啊 为啥你要做 这这这我来不了啊 就是 我觉得人家 人家胡海泉唱歌的时候听不出那个 那个 那那那劲啊 对啊 是我们沈阳人 好的 哎 向这位主播别闹啊 沈阳的朋友致敬 嗯 OK 然后我要说的是呢 来一段老白 东北风本的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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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就是我 我是很尊重东北的朋友的 我觉得东北话是有他的方言特点了 我不认为他是可以用来打产呀或等等 对 但是我自己是北京人 我来说说北京话 这问题不大 OK 好 嗯 然后我要说的是呢 我真心说啊 你们别不要给我瞎白事误解 我其实有点同情这个陈雨凡 我觉得他挺 挺不容易的 你知道 就是大家是否知道他事 我不相信你们不知道 但是假设你们不知道 那我给你们简单的稍微的回顾一下啊 就说 其实陈雨凡 仅仅在 大概两年以前 依然是春风得意马蹄青 过着幸福的令人艳羡的神仙眷里般的生活 因为呢 他当时有一位爱妻 对 这个爱妻呢 其实也相当的有名 谁呢 那就是白百合 也是我们国家一位著名的女演员 白百合 有人经常把他和王洛丹给搞混了 其实我觉得 其实王洛丹会更有味道一些 对 但问题是呢 白百合很奇怪 就是 差不多在去年的时候 他被拍到 被拍到和一个男模 对 在泰国搞到一起 然后还出现什么什么一仰指啊 什么什么什么一指缠啊 这些奇怪的事情 大家以前都知道二指缠 他们已经修炼到一指缠了吗 这个事情我就不解释了 大家自己去搜索 好吧 但导致的结果是轰动全国 然后呢 两个人就没办法再相处下去了 所以实际上他们呢 当时出现的情况就是 劳燕各纷飞啊 这也是令人非常伤感的事情 据说他们俩原本真的感情还挺好的 而且还生了个可爱的baby 你还能要求怎么样 但出了这样的事 不是也是 你说你就是 然后有人说百百合 其实就觉得那男模 小男模挺可爱的 就像逗孩子一样 你有孩子 你就逗自己的孩子不就得了吗 对 你何必逗这么大一号的孩子 他这个和你家儿子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反正总之呢 这种不慎的行为导致 实际上他们没办法再在一起了 所以其实呢 就理论上是应该是分道扬镳 才对 咔嚓一下 所以在这件事情里面 毫无疑问 陈宇凡是地道的受害者 所以说真的 我觉得当初真的也有很多人 对他就是非常的同情 就觉得这个男人 哎呦 挺惨的 挺不容易的 不但如此 在出事之后吧 都这么惨了 这个那个就是陈宇凡 好像还百般的维护这个百百合 你说你说这是不是 是不是挺不容易的 所以所以我其实当时 去年咱们节目就对他寄予深切的同情 对呀 然后我就要说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们 哎我问一下在线的朋友 多少人看过我去年主持的 关于就是这个 宇凡和百百合的那个相关的节目 是否有印象 就是那个当时我的一些判断和建议 哎 这个这个哎 各位现在咱们画面是不是有点卡 会不会因为说到了敏感的话题 结果咱们这就说不下去了 那什么那什么巨匠工作室啊 我我并没有在造谣传谣 我我那您您您别 严正声明别冲着我们来 好吧 就是我这只是说点正常 我甚至是要甚至要 甚至要维护一下陈宇凡 好吧 OK 糟了 咱们真的卡住了 这下坏了 哎呀天呐 哎呀 看来是涉及到了不应该的话题啊 这可怎么办呢 就是现在在线两万四千人 大家都要听到我说这个事 结果真的炸糊 真的卡了 画面卡 画不卡 那不行啊 我这接 我这接 就是要给大家播放画面呀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我的试试 看看能不能刷新一下 这有一位朋友说 狼哥 对吧 能不要说这个娱乐圈的事吗 娱乐圈的事不想关注 不想关注 你就不要关注吧 你去看看别的小姐姐 不也很好吗 对吧 天呐 卡成广播节目了 哎 这个 这这这这不是我愿意的 没关系 当成深夜电台 深夜电台 老白 你的电脑该换了 就这个字幕还在这很通顺 然后我的声音 你们也能听到 可是我就想给你们放一放 就是哎哎哎 好像又活了 好像活了哎 哎好吧 广播类节目 是这样的 去年的时候吧 我对这事吧 有一个判断 就是我觉得哪吧 有问题 这个问题在哪呢 其实我就是对 我就直说了啊 我就是对这个 与权组合 陈雨凡和胡海权 他们的这个合作关系 产生了某种质疑 OK 哎 这这事吧 光光说不行 我们不如就翻到去年 然后那个 就是当时我做的一期节目 对 给大家看一下 当时我的一判断 然后这期节目找起来可不容易了 我现在是在油管上 才给大家找到 对呀 那个那个那个 嗯 定东 哎呦 等一下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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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从这开始 哦 天呐 就是 就是后边这位 这应该是叫邓超吧 对说这邓超的那个表 这这这这 我给大家看一下去年 我对这个事情的就一个判断 我现在觉得吧 是是有些道理的 嗯 这个线 好 好 给大家切过画面 然后邀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下 就是我们节目上传到油管之后 对呀 其实还算 还算是流畅哦 哦 YouTube 呃 宋 好的 就是 为什么陈宇凡 这次如此的决绝 是吧 直接站出来说 说这个 我这也要不现实的退出娱乐圈 你知道如果要是陈宇凡退出娱乐圈 那可能有些人也不得不退出娱乐圈 谁呢 其实我说的并不是百百合 就是人家百百合 继续 好像现在晚上和静 和可怜的静东 一起拍那片子 是吧 什么外科医生 还是什么之类的 还在继续播嘛 所以人家并不会退 但是 但有一个人 如果陈宇凡退的话 他将不得不退出娱乐圈 那就是胡亥权 哎 就是 因为他们是一对组合呀 是吧 交不离梦 梦不离交 对呀 就是这二位 宇凡和亥权 共同组成了 宇权 那现在其中一位 直接说了 说我不现实的退出 娱乐圈 那就意味着另外一位 也就被 不现实的 退出了娱乐圈 所以 所以我的意思是 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 就是 陈宇凡之所以如此的决绝 那是因为他 那是因为他烦 这个海权已经很久很久了 就是 就不是一般的烦 但是总也摆脱不了 因为天下人都一说 就是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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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你叫他怎么办呢 就终于逮到这么一个 百百合的机会 哎 好 趁机会 我不现实的退出娱乐圈 实际上他这种方法 就跟百百合也没太大关系了 但是他 他使得 海权 湖海权 就只好 对吧 被退出去了 好吧 有人认为我说的扯淡 可是也有人认为 我说的有道理 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仔细想一下 我跟你们讲 这个重播呢 咱们就先进行到这里 就是这个还是在 我看这是多久以前 这是去年 2017年 2017年的一期节目 当时呢 我就一个猜测 我认为雨权组合 其实内部不合 然后我认为呢 陈雨凡 其实有可能是想抓住机会 摆脱他的这个老搭档 就是湖海权 对 然后我现在依然 有这种猜测 大家仔细看一下 我们再解读一下 那个 你比如说啊 比如说当时 就在百百合的事出现之后啊 当时陈雨凡曾经宣布 说要这个无限期的退出娱乐圈 然后大家还都觉得挺挺的痛心的 对啊 然后说说了这个 可以陪伴家人 陪伴孩子啊 什么什么 谢谢大家 你看当时说的挺决绝的 然后大家也都敬佩 他是条汉子 可没有想到的是 没过几个月 哎 他直接呢 就又复出了 不是 无限时退出娱乐圈 我们的理解是 就且回不来 且回不来的 合着不限时 就就到了半天 就不限时了几个月啊 那这有点太 所以 大家注意 在那个复出的时候 我其实看图就觉得吧 该不会是被湖海权 给硬撑出来的吧 就是说陈雨凡本人 会不会他根本就不想复出 真的不想复出 可是又没办法呢 那现在的情况是 对吧 你知道要不出这事的话 他们二位的这个演唱会 马上就要举行了 对 就在今年的 好像是12月25号 圣诞的时候 对 好像是雨泉20周年 对 巡回演唱会 要开始了 宣传画都出来了 然后据说 好像都开始卖票了 可能有的朋友 都买了他们票了 你知道北京特别版 特别版 12月25号 晚上7点30 北京工程体管 那会不会是 他就是实在忍不了 采取了类似于自爆的方式 想要阻止这一切的 这当然了 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想 但是我真的严重的 有这种怀疑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感觉 就是说雨泉事实上不合 我还告诉你们 许多的娱乐圈的组合 其实内部都严重的不合 这几乎是一个必然的事情 对啊 所以我们现在再看 那个胡爱泉 就当时一口气的 这十个为什么的 这个咆哮 就是你会觉得 就是有点 有点奇怪 很容易看出奇怪 比如说 对吧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你不把痛苦 与你最应该亲近的人分担 显然 胡爱泉认为 自己是陈雨凡 最应该亲近的人 但是看来陈雨凡事实上 并没有对他最亲近 对吧 为什么你要对我隐瞒这么久 等等等等 反正就是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合作20年了 他为什么这样 你真的不知道吗 一点都不了解 可能吗 就是我总觉得 还全就是 咱们面对现实 清醒一点吧 事出是一定有因的呀 哎 所以 反正说到这里 我还是由衷的 就是忍不住的 就是觉得 陈雨凡这个男人 怪不容易的 那然后呢 你要知道 现在他出了吸毒的事 我知道一定就会有人 想到一种说法 而且现在果然就已经有人开始了 开始什么呢 就开始质疑质疑陈雨凡 质疑的点在哪呢 说哎呦 现在我可明白 当初百百合 为什么要离开他了 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啊 百百合之所以离开陈雨凡 之所以出轨 的原因是 就是陈雨凡吸毒 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 我不认可 我觉得这简直就是落井下石 那你怎么不说 就是因为离开了百百合 就是因为失去了百百合 就是因为百百合 在当着全国人民面 给这个 对吧 就是陈雨凡 送了一顶奇怪颜色的帽子 所以他才开始走上这条不归路呢 能不能这么解释呢 对啊 而且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就说 就说这个陈雨凡原本应该是 就在不多年以前 他其实就不怎么吸毒才对 他应该以前是不吸毒的 为什么 他以前当过那个 就是反吸毒大使 说2007年的时候啊 哎 有一个活动叫做 保奥运禁毒品志愿者在行动 对 是宣传日是由首届北大 北京十大优秀禁毒志愿者 有颁奖仪式啊 等等等等 那要当时 雨凡就参加了哟 然后当时参加的 还有长宽啊 还有影像节啊 不过影像节好像在2014年 已经因为吸毒被抓了 好吧 那在2011年的时候 雨凡当时参加 在上海参加一个活动 对啊 然后还发布一个什么 理性饮酒的主题歌 然后他们基本上 就是觉得接受采访 说公众人物不能吸毒 所以我认为在那个时候 陈允凡一定是不吸毒的 我认为他很可能就是最近这一年 倒霉催的 然后沉沦了 就是这个样子 我并不是说 因此他这个吸毒 吸毒这事就可以开脱 不不不不 吸毒就是错 不可容忍 但问题是 你不能因此把什么全都给扣到他头上 这下呢 就说白百合离开他也是对的 我不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白百合害他吸毒 就害他走到这步的 嗯哼